继续来看这个手 五指聚拢 说明六亲得力 三根帮他的贵人会比较多 人缘好 这和上个视频我们讲的 贵人文格局是相对应的 周指周正 代表 为人正牌诚实 原则性强 五指为六亲 大拇指偏向内侧 现格属于缠维冷静的类型 这里给大家延伸一个看性格的技巧 在手掌自然伸展的情况下 大拇指如果偏向内侧 则代表小心紧续 内向沉稳之多 喜欢独处 如果偏向外侧 则代表外向开朗 破理十足 交际冷静 再来看 手指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就是它指腹的竖丸 比较多 这种纹络也叫做穿字纹 古话有云 五指俱生 穿字纹 人人亦首得延年 男子可比山山老 女子堪礼 王母仙 就是说 指腹多数纹的人 一般会比较长寿 老年运很好 而且这些数纹 也代表着 他老年的迷运 所以指腹多穿字纹的人 生命线 也会特别的深秀明朗 这里啊 也是相对应的 也会比较多了 也会比较多了 这些数纹 也会比较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